眼前这个士兵突然发现不远处有大量的武装人员正在集结 此时其他人都在教堂里唱着圣歌 根本听不到他的呼喊 危机之下 他拿起了手中的尼恩菲尔德步枪 瞄准了教堂外的鼓中 随即武装分子使用大口径机枪对他们发起了猛烈攻击 这是冷战时期发生在非洲刚果的一个真实事件 本篇取材于爱尔兰维和部队 在刚果亚多维尔遭遇的一场围城战 1961年争执冷战巅峰时期 在美苏超级大国的争夺下 拥有着丰富矿产资源的刚果加单加审发生了判断 一个叫冲伯的领导人勾结西方矿业公司 在暗杀刚果总理后宣布独立 为此联合国决定抽调维和部队 作为中立方的爱尔兰临危寿命 派出了由指挥官昆南带领的150名士兵 组成的维和队员前往刚果 带着荣誉 这些从未上过战场的士兵兴奋不已 在和家人道别后 他们很快就来到了位于加单加审的亚多维尔 可当他们看到联合国再次的营地时 所有人都傻了眼 这个地方三面暴露 不仅没有任何遮挡 连武器都是二战期间使用的老爷枪 无赖之下 队员们只能用铁锹建立最基本的防御工事 而这一切都被矿业公司派来的眼线看在眼里 由于营地只有两天的食物工艺 指挥官带人来到镇上采购食品 巧合的是 他们在酒吧里遇到了保护矿业公司利益的雇佣兵团 面对羞辱 指挥官昆南也只能忍气吞声 回到营地的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便安排副官来到了联合国驻加单加审的指挥部 并向上级汇报了此事 但这个叫康纳的负责人根本没当一回事 他认为雇佣兵怎么也不敢进攻维和部队的营地 直到这天 联合国军队收复了被判断分子控制的一个广播站 而这次行动也彻底激露了矿业公司 但此时的爱尔兰维和部队 并不知道总部的这次行动 像往常一样 所有人都在教堂里唱着圣歌 就在这时 烧兵发现营地不远处 有大量雇佣兵正在集结 随后 这些人对营地发起了猛烈攻击 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 指挥官昆南也是一脸懵逼 作为你总部最远的一个营地 此时的爱尔兰士兵似乎被遗忘了 好在雇佣兵团在集中一轮火力攻击后 很快就撤了回去 可当他们再次向总部请求支援时 换来的却是上帝保佑四个大字 由于位置偏远 总部并没有多余的力量 潜在支援他们 面对人数是他们20倍的雇佣兵团 他们只能躲在战壕里 不停地观望着四周 但仅仅只过去一天 雇佣兵团就再次对营地发动了攻击 这一次 连矿业公司的老板都亲自督战 然而这哥们似乎觉得子弹打不着他 傻傻站在那里指挥 一个士兵拿了一艇布伦倾机枪 装上了一颗狙击步枪子弹 调整好机械瞄准矩 接着 白色西装男硬生倒下 剑发工资的人都挂了 雇佣兵头目让属下都撤了回去 指挥官昆兰再次一脸懵逼 不过这次武装分子并没有撤走 几分钟后 远处挥起了白旗 昆兰健壮 也举起白旗走了过去 原来 对方是仗着人多 想让他们投降 毕竟雇佣兵也只是为了求财 见昆兰不答应 头目提出 双方先停战 等他们把伤员运走再打 本以为这哥们很讲武德 但没想到 他们在运输伤员的时候 将一组M1914布置在了草丛里 随后排击炮突然开火 不过很快 狙击手就发现了草丛里的机枪手 紧接着 尼恩菲尔德一枪爆头 虽然机枪手被干掉 但在排击炮的狂轰乱炸下 我和士兵还是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现在唯一有用的就是这个小钢炮 两发炮弹射出 武装分子的排击炮终于被干掉 现场顿时安静了下来 没有了重火力的压制 这些武装分子第三次退了回去 不得不说 这群端着98k冲锋的供应兵实在太惨 一千多人愣是没冲进这500米之内 晚上 指货官昆蓝再次向总部寻求支援 这一次 他们终于安排了支援部队 但得第二天才能到达 就在这时 银帝再次遭到袭击 随后弹药库也被炸毁 更糟糕的是 第二天 他们发现水箱里也被下毒了 而前代支援的部队也被堵在了城外 很快 这些人又一次来到了营地之外 守护官昆蓝向总部请求支援 但尚急却说 这已经是他们第四次遭到攻击 由于弹药库被武装分子炸毁 他们只能凭借仅剩的一点弹药 做最后抵抗 就在这时 雇佣兵团突然又退了回去 但紧接着 一架CM-170教练机急迟而过 扔下了两枚炸弹 其中一名队员被爆炸的尘土 活埋了进去 幸好队友及时发现了他 正当指挥官昆蓝 以为雇佣兵撤走了时 躲在树林里的一支98K 瞄准了他 还好不是致命伤 子弹被取出后 他并无大碍 此时 前代运速上远的直升机赶得过来 但他却遭到了教练机 疯狂射击 昆蓝箭撞 冲到了装有维克斯机枪的皮卡车上 随后对着天空 就是一顿狂扫 教练机的机身被打成了筛子 飞出了营地上空 救援直升机安全降落到了地面 然而 就在他们装上伤员 准备离开营地时 躲在树林里的武装分子 早已等候多时 现场又一次安静了下来 但近凉绝的爱尔兰维和部队 试图再次联系总部 总部却连电话也不接了 面对远处即将发起总共的千人雇佣兵团 这无关昆南准备做最后一波 他让队员收集地上的所有弹壳 将其核炸药一同装在箱子里 埋藏在雇佣兵进攻的路线上 随后接上引线 他们试图让爆炸带来的伤害最大化 随着雇佣兵团越来越近 队员们迅速撤到了后方 就在武装分子即将冲到跟前时 指挥官昆南下令引爆了炸弹 由于雇佣兵人数众多 几分钟后 后方的武装分子再次发动了进攻 爱尔兰士兵也彻底被逼到了绝境 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了弹药 只能躲在房子里面任由对方向他们射击 看着眼前这些年轻的士兵 指挥官昆南走了出去 他来到了雇佣兵头目的跟前 至此 这场在亚多维尔营地持续五天的自卫战 最终以爱尔兰维侯部队投降而结束 庆幸的是 这150名士兵无一阵亡 这是一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片中的150名士兵在投降后 被叛军冲伯关进了监狱里 等待他们的将是死刑 不过在联合国和冲伯将军的周旋下 这150名爱尔兰士兵 于一个月后被遣送回国 虽然他们投降了 但他们坚守阵地 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的精神 为他们赢得了荣誉 他们回国后 部队认为是临时便捷 投降的事件也被掩盖 直到44年后 这群士兵被爱尔兰政府授予了英雄荣誉称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